好那么刚才我们这个简单了 做一下这个PC 主持人分析对我们的数据进行降维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去探究用户 对这个物品类别的喜好进行降维 那么这个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刚才我把它加载出来了 这是一个消费者 这一个市场的一个分析 那什么意思呢 这些公司想做这个事情啊 把它的用户呢 分成几个类别 那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用户分成几个类别 这叫instacart 他的目的是想要把这个用户 把用户呢 想分成几个类别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怎么去分类别 对吧 这个我们后面几天会说的 想分几个类别 分成几个类别 好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对吧 那他的分类的依据想要根据什么呢 根据用户啊 他买了哪些东西 这个用户 他买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生活类的 购买食品类的 还有哪一些其他的类别 对吧 比如说这个用户 与什么呢 购买的物品类别 购买的物品类别 好 他要分析这个东西 当然分类我们先 后面再做 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呢 就把数据给准备好 对吧 直接把算法要求的数据准备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们提供的数据有哪些呢 这里面我们列举了几个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数据啊 就是这里给出来的 我们直接看到我这里总结出来的啊 products是你的商品信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roducts有哪些啊 在这里有个products 有你的某个商品的id 商品的名字啊 然后有个sid 我们先不看这sid 还有你的department 这个我们先不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orderproducts piori.csv 它是什么呢 订单 诶 订单与商品 是不是跟你的前面这个web 对吧 做着一个天天生鲜 对吧 很像 那订单与商品 就是说一个订单 有可能有很多的商品 对吧 然后呢 这里就是订单的这样一个表 那订单有什么呢 有个order 这个order 我们先看 等一下再看 有productsid吧 有我们的 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先不管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order id 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什么 订单吧 是不是订单 一个订单 有肯定有很多的一个商品吧 是不是一定呢 可以有很多商品 诶 这是它的 然后呢 看一下orders 是用户与订单的 诶 看到这里 用户orders 这就是用户的id 有你订单的id 也就是说 这个订单是哪个用户下的 另外一个订单 是这个用户下的 是不是就用户与订单 订单与商品 之间的一个关系吧 诶 基本上 跟你设计的这个 以前设计的这个表 是不是差不多啊 是吧 好 那我们来 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叫 assels 这个assels 是什么呢 商品 所属 具体物品 类别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什么啊 什么用户 跟物品 类别 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目的吧 诶 我们要去 他们就用用户和物品类别 去进行 把用户分类 把用户分类 那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特征 和我们什么样的一个 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啊 那么按我们机器学习里面 这样的一个程序 我们这样一个数据格式 特征值 将目标 我们现在没目标准 现在没目标准 对吧 我们现在就是准备特征值的时候 那你应该准备什么 是不是这个用户 对于每一个用户 用户一 用户二 用户三 他应该是什么 是你的蛤 是不是你的蛤 那我要去趟就用户 跟物购买的物品类别 是不是 你的列是不是 这个特征是什么物品 这个特征是什么物品 然后这个用户买了哪些东西 买了数量啊 你买的东西多少啊 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统计吧 那这个是不是 你就统计好了 你的蛤 和列 这样一个用户 和特征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那也说 我这里呢 列是不是都是一个 购买的物品类别 我有很多类别吧 这个用户购买了哪些东西 那也就是说 我们想探究这样一个用户 跟购买物品类别的关系 首先 我们要用机器学习去解决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符合 机器学习这样的一个格式 是不是特征值和样本 这样的格式啊 对吧 好 那我们目的呢 就是转换成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给了我们很多张表 给了很多张表 给了这几张表是我们要用的了 那我们直接先粘贴过来 你在这里现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相当于是数据的一个统计过程 对吧 相当于是统计每个用户啊 他用的这些物品类别 用的是哪些东西 对吧 好 那这是他给我们的这几个表 那这些表我们要不要进行一些处理啊 也就是说 我肯定先要把用户和具体的物品 列别是不是要合并到一张表里面 要不要合并到一张表 首先我先合并到一张表 然后再去做这样一个转换吧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 要把这个表进合并 你要研究这用户跟物品的关系 肯定是要合并啊 和合并各张表到 各张表到一张表当中 这里面就考验你的这个pandas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基础能力了 好 那这是我们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会需要去 哎 把这已经合并在一起的 把这个信息是不是要进行建立一个转换 这个等下我们再说 相当于是一个分组的过程吧 是不是前面讲过分组啊 哎 相当于跟分组的过程 好 那首先第一步要合并到一张表 其实目的就是要把用户啊 跟物品那边 这个合并其实有很多技巧 可以合并 你可以按什么 按你每张表相同的ID去进行合并吧 是不是进行按ID合并啊 对吧 那pandas里面合并表用什么 哎 我们一般用的 最多的就是merge啊 merge这样一个函数 那merge合并的时候 哎 你的第一张表是什么 第二张表是什么 按什么 键去合并 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指定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方说我们这样去啊 你第一张表 我现在拿products和prior 比如说 现在我先把这两个星期合在一起 因为用户里面对吧 用户我们看一下order里面 order里面有什么 order ID和user ID 然后呢 用户ID是在这里 然后你的 啊 sell类型是不是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sID 哪个表还有啊 这个是什么 物品的ID和物品的具体的类别名称 那还有哪一个表有物品的ID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products里面啊 哎 所以我们要把order合并 所以你必须得order里面有sID 才能与物品类别合并吗 是不是啊 注意了 也说我要order跟这个用户 跟这个物品类别合并 那也说 我是不是要找到一个相同软件 现在有没有相同软件 有没有相同软件 没有 你这个order里面是没有的 好 所以我们第一步 比如说我先把你的products 以这个什么呢 哎 这里面的order合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合并来看一下 periori和我们的products 我们来合并一下 看一下它合并哪些信息 periori和products 好 periori是这张表 有order 有productsID 然后这张表有productsID 有sID 好 我们先每一张表都写一下啊 periori什么 productsID吧 p-r-o-d-o-d-o-c-t 好 然后再去看一下别的表啊 我们先不合并 然后再看order or d-r-o-r-d-o-r-r-s 你要合并表啊 一定要搞清楚 你这个表里面的这些 字段是什么 你要合并什么 按字段去合并吗 你肯定是要按字段去合并的 所以我直接写了吧 所以说这个 AISLES 那他的这个字段有这两个 好 那这样一看 是不是就明显了 我先把这个Priori跟ProductID 我是不是就按ProductID 是不是就有order和XID 然后这两张表合并到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有order ID 是不是跟order可以合并了 有order合并之后 是不是有SID和user ID 是不是SID跟后面这张表 是不是又有SID了 现在是不是应该就知道 怎么去合并了 我只要合并一个键 合并好之后 这个再去按order就去合并 这两张表已经有order了 那我就可以按这order去合并 合并之后 你这三张组成一张表 是不是有SID了 SID是不是与他去合并了 否则你没有SID 你这个东西怎么去合并 合并不了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先把每张表都读取出来 然后按照相同的字段 我们可以称之为字段 也可以称之为相同的特征 去进行合并 对吧 然后接着我们再去处理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来干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 要把它合并到一张表里面 在这里呢 那我们直接使用notebook去做了 那Jubi的notebook Jubi的notebook 对吧 这个是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这个效果吧 可以看到你表的信息 所以呢 一般你要看的表的信息呢 就翻遍一下 好 我们新建一个程序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取的名字就叫做instacart 分析对吧 就instacart吧 首先我们把该用的工具包 该用的这些东西都导入进来 首先第一个 我们把pandas给你要导入 这个import一下pandas as a pd 然后把我们的siclean里面的pca 是不是要导入进来 对吧 先都把它导入进来 from sklean.decompensation 注意了 降维是在我们主成分分析 是在我们的decompensation里面导入pca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先就导入这么多吧 你也不知道还有哪些的导入 那接下来 我们要把数据都取出来的吧 这几张表都要读吧 读取表这么多啊 是不是很简单 pd.reader csv 是不是就一步就保定了吧 好 pd的约理csv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啊 我们的数据在data下面有一个叫instacard 这个等一下你们下载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数据了 那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显示 简介看一下 一共688-7兆 那就是说这里面的数据一共600多兆 那所以呢 这个数据量还稍微有点大 那我运行的时候呢 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假如说先读这个pd这张表吧 好 那我的数据目录呢 就在我的这个目录里面 那我的程序在这里 然后呢 我程序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的目录在哪里 在instacard上 比如说在单前目录下 data下面的 啊 这里一个instacard下面 这几张表 好 我们就可以去读了 呃 在右边对吧 把这个调一下啊 好 pd点 写一下读取四张表的数据 四张表的数据啊 pd点 readcsv啊 直接指定你的数据的目录就行了 啊 在我们的单前目录下 data目录下的instacard 那直接就指定了 我们可以把第一张prorate 我直接先默认读第一张 olderproducts prorate 然后把这张表录的older products prorate这张表 好 读取出来 我直接返回一个 比如说就叫pror 等于这个值 好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先运行吧 先让它读这张表 好 接着呢 我们让它先读对吧 然后再读第二张表 read.csv 指定我们第二张表 第二张表也是在data目录下 咱们的instacard 这个上面没运行好啊 这个type键直接不能补齐了 我直接把这里呢 复制过来 好 上面一张表已经运行好了 那直接type吧 好 读取我们的看一下 是不是products的表啊 好 products的这张表 prorate pt-tsv csv pl-docts 好 等于这个表 好 再继续运行 好 这张表比较小 对吧 可以看出来比较小 对吧 pt.read.csv 然后呢 读取我们的第三张表 在data目录下 颜色卡的 把我们的order orderscsv 好 这里取名 orders 然后呢 读取第四张 read.csv 单前目录下data instacard 然后呢 ars as l es ars l e s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先运行一下 就把我们四张表呢 都给读进来了 那么读进来之后 我是不是要进行干嘛 合并表 啊 合并 合并表的 到合并四张表 到一张表当中 是不是一张表当中 是不是就有了 是吧 目的是合并什么 用户 跟我们的什么 物品类别吧 这目的是干这个事情 对吧 物品类别 他要干这个事情 去对用户分类 对吧 那我们先了 读取这个合并 那合并我们就按这个 上下顺序了 先合并 prover 与products 对吧 pt.me merge merge 第一个我直接填 prover 然后呢 合并 第二张表 products 那你这个合并 按什么 键就合并 哎 你就 on 对吧 on等于 注意了 你第一张表 第二张表的键 都要指定 第一张表 跟第二张表 哪个共同呢 是不是 products id吧 那我这里呢 为了避免发生错误 对吧 直接把这里的productsid 考过来 考过来 productsid 好 第二张表 你按哪一个键 合并 还是一样的 这两个键 要知道 都是按这个键合并 好 返回一个 比如说叫 干 呃 就是说 干mg吧 好 那mg就是你合并之后的这张总的表吧 好 这张总的表 那合并之后呢 然后我得再合并 我就不一张一张就合并了啊 这个合并 我就直接先把所有的合并起来了 然后直接统一的运行 那pd.me 这合并 第二张 是不是 你把这张总表里面 是不是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orderid 与这个orderid合并吗 对吧 好 那我就去合并 干mg与我们的orders合并 那它的键是什么呢 哦 等于 好 再复制过来 我们的这个orderid 返回啊 大家说还是用干mg 还是用干mg 然后最后还是要合并 最后一张表 好 合并好之后 用我们的干mg 与我们的assess assess 这张表 然后呢 哦 等于 那 它的合并的键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assessid啊 是不是你具体的物品的编号啊 其实就是商品的编号 对吧 好 把物品的一个编号拿过来 你都是按照这个键合并 那假如说这里合并 我就不命名成干mg了 比如说 mg 哪一个啊 这地方不是orderid的assessid 复制错了啊 在这里 我们应该是复制这个assessid 好 那合并之后呢 比如说像mt对吧 好 那这个合并 最终呢 你所有的结果是不是的合并 一张表情是吧 好 那我们直接去运行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估计要等一段时间 对吧 我们先把视频再停一下